她的射门寂静四座 经常会踢出各种神仙球 她的突破犀利无比 可以轻松上演贝尔士超车 她是女足快刀张灵燕 出生于2001年的她 可谓是年少成名 在2011年萌芽杯的比赛中 全队一共进了56球 张灵燕自己就进了48个 出色的足球天赋甚至惊动了央视 被邀请参加了节目录制 和贝克汉姆同台 之后顺理成章地入选了国家女足U14梯队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她凭借惊人的速率和全面的技术 很快便在梯队中展露头角 一度有小孙文之称 但没有人会一帆风顺 小玫瑰成长的路上也不满了荆棘 2011年1月28日 恐怕是她永远也不愿回忆的一天 在U16联赛的一场比赛中 张灵燕的右脚被对方文将压在身下 造成了右脚肥骨骨折 这让她告别了赛场10个月之久 但这并没有削减她对足球的爱 取出钢板 努力康复 刻骨续训练 回到赛场 她用一次又一次的过人 和一个又一个的进球 宣告着自己的王者回来 并在2017年U16女都四国赛中大放一彩 三场比赛全部达满90分钟 赛后摊倒在地的画面令人心声联系 这是对阵世界第一美国队的比赛 双方奉献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表演 此时 比赛已经击满了90分钟 我们可以看下比分 竟然是惊人的4比4 而伤情不是阶段 就像是专门给张灵燕写的剧本 几乎是最后一刻 中国队在中圈开出战术扔一球 然后连续传递渗入到禁局前 欧宜摇漂亮直塞 最后快速横传后点 张灵燕机敏前插后产射破门 此时的张灵燕已经踢满了90分钟 竟然还有如此速率 让人不得不为之惊叹 最后 中国队凭借张灵燕的绝杀球 也无比似战胜了强大的对手 从而也不怪战绩获得了本次赛事的冠军 在后刻时得到了美国主帅卡尔的点名称赞 称张灵燕市场上最有创造力的球员 直克西让外国教练如此看重的球员 却在2020年被假秀拳弃用 因为他的特点不符合球队的战术布置 但真正的教练 不应该是根据球员的自身特点 来打造最适合球员的战术体系吗 而不是固执地让球员来配合他的布置 希望张灵燕能等到属于他的伯乐 相信到那天时 他一定可以再次腾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